3分球第四號 蘇格爾 換到另外一邊四速度角的三分球 常識但出手沒進 在籃底下看到蘇格爾拿到這個籃板球之後 放棄了分數 197公分 94公斤 他的一個臂展可以來到202公斤 再加上蒙古人的個性其實蠻看法的 就不要看他這個表情好像是 這個比較書生喜的感覺 是 但是在球場上還是蠻佔悍的 這個草原分胖也是這一型的 在籃4 說正在於二級的一個球員 但是邀請來到這一邊 看來他的一個未來之路 也是讓人家妥受期待 對 來看到的是排隊15號的蘇格爾 洪古籍的球員 在剛才接獲到這個籃板球 跟隊友的一個傳球之後 馬上就能夠放進分數 目前拿到了4分3籃板 其實在中週的時候呢 跟著許志超教練 所以對打球場上很多局面的一個判斷 其實是非常非常的好 那也是來台灣以後呢 接受許志超教練的訓練以後 現在在大球某位置 其實檔篩打得特別的好 尤其在下滑 不管是選擇外線的出手 進去的一個機會 都能處理得非常棒 他的一個公分數差多少 差了22公分 然後這個差別是在裡面全的最多 對 我真的覺得這個 他會是助跑起跳第一名 讓我有點想到他 我們現在講的應該不是多高喔 是 接下來如果助跑起跳以後 這中間的落差是多少 是 減出來就是你的助跑起跳的高度 我真的不知道他跳這麼高耶 我比較相信的是 他其實格外的有經驗 蘇格爾也差不多在這個第五節的加賽裡面 應該要 這個打更加的強勢讓他 蘇格爾目前是沒有投入到選秀了 五頂的一個三分球 徐尾 這球出手沒進在籃底下 蘇格爾競選M1 終於在第五節的比賽裡面 慢慢看到蘇格爾 因為他們是這樣喔 這個蒙古啊 之前啊 他們的籃球 聽說發展是韓國的牧師 過去那邊傳教的時候呢 叫他們打球 對 又是蘇格爾拿到了這個進攻籃板 在衝槍上面還蠻積極的 打四號球 如果他能變成三號球員的話 是可以的 一九二 上半場講完他以後 他不知道是有聽到 下半場還是很猛 下半場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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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特別敲走 蘇格爾壓上 喔 這邊摔得比較重了一些 上去啦 不過蘇格爾這一邊 這也是力道上的一個展現 第二罰最终弹性 把自己的伸手艺也抹回来 他其实从高中到大学的时候 其实球都打得非常的好 进攻手段也非常的多 而苏格尔又从别人家头上里面 拿到这个进攻篮板 只有达到分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